10月15日晚 天津红旗剧院外 熙熙攘攘 人头攒动 大家都为了一场圆梦之旅而来 此时 在剧院后台 十几位远道而来的平剧老艺术家们 正在进行演出前的准备工作 他们来自中国平剧院 天津平剧院 沈阳平剧院 石家庄平剧团等八家平剧院团 共17位艺术家 最小年龄70岁 最大年龄86岁 平均年龄77岁 演出在金门观众热情的掌声中拉开帷幕 来自中国平剧院的孔清玉老师率先登台 地道的李派唱枪一出口就博得了满汤彩 紧接着张翰佳 古文岳 赵如意 李秀云等老师陆续登台 悠扬的唱枪和优美的旋律 让整个剧场被掌声和喝彩声包围 一场平均年龄77岁的平剧老艺术家演唱会 在平剧表演的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而您也许想象不到 这场演出的主办方是几个爱好平剧的年轻人 很多老艺人为平剧奋斗了一辈子 观众不知道他是谁 不认识他 但是对他的艺术非常非常好 所以说我们就也想为这群老艺人圆一个舞台梦 其实最开始的初衷呢 也是说首先要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比较老的评剧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就找了很多老的艺术家 我们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也是希望用一些比较 能接近于现在年轻人的一些方式来宣传这件事情 然后年轻人走进剧场来看 最后他们想到了众筹的办法 利用这种办法 为这群老艺术家们完成一个梦想 8月29日开始众筹 一个月的时间筹到了3.9万元 其中有很多老年人不会使用众筹软件 很多人是通过线下寄资 因此很多众筹留言都是一长串名单 最后线下一共筹到2.5万余元 几位老艺术家主动提出来 我们不要任何报仇 所以他们这个想法吧 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支持一种鼓励 有了这些年轻人的努力 我们看到了老艺术家们 破别舞台多年后的精彩表演 值得一提的是 84岁的小佩朱老师和86岁的陈桂秋老师 都是天津人 半个多世纪前 两人曾在天津同台献疫 如今50多年过去了 他们在这场演出中重逢 激动的心情一语言表 这个机会也太难得了 真是 不容易啊 90岁高龄的平剧作曲家 王岐恒老先生 专门从沈阳赶来 为演唱会作证指导 三个半小时的演出 高潮迭起 掌声不断 让我们看到了平剧事业 在民间薪火相传 也祝愿平剧艺术 能够生生不息 代代相传